为什么是这个口感呢 无法理解 探店 货比多 真假厨子说 今儿海外居330上 人均160多 羊羊麻豆腐 拌个麻 没出人羊肉 这麻豆腐还搁豆芽菜呢 我回回见里边搁豆芽菜的 炒的时间软 一斤麻豆腐 加入一斤的羊羊肉油 炼油 剩下的油渣 跟边一块炒 一边炒 一边碗加油 一边炒一边加油 最炒要半个小时以上 炒的这个东西翻沙子 那才是OK的 这个什么味道没有 这习惯它还搁了点豆芽菜 无法理解 爆腮 年轻糊糊 什么味道没有 69呢 爆腮 糖醋铝 色 应该是黑的 要么是现在流行的红的 要么是黑的 糖醋铝多少钱 煮上 有点柴 然后盛醋好 我爸吃出糖来了 没吃出醋 糖还不是特别贴 不好吃 像我 然后我2000年跟这儿 就跟前面上班 就上他们家再吃这个 有点腥 柴还没味 可能是师傅炖的问题 不好吃 切条啊 爆上那儿 我要的碗 炸酱切条啊 我觉得它还是面条 那里边有棒子面 但是很少 有点棒子面的色而立 反正我们家做的 不这样 酱还不太咸 但它炸酱说实话 油实在太大了 这结果忒大了 为什么是这个口感 无法理解 结果我点的都是20年前 来他们家点的菜 差别太大了 完全变样的 很难吃 非常难吃 就这样